目前是跟那个白俄罗斯的演习结束 然后他依照承诺撤军 可是是撤那个部分 可是乌克兰边境还有克里米亚 那个还没有撤 那目前所以拜登才会讲说 还是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理解 比如说Boris Johnson 就英国首相 他就说他们看到 俄罗斯境内设了很多小型的野战医院 那要干嘛 那就是准备说打仗会有人受伤 所以可以后送到野战医院 那不然你是要干嘛呢 那另外当然就是那个沉边境的那个铁轨 就是方便坦克迅速移动的 也大概都盖好了 那基本上那个飞弹也都移到了边境 那那个都没有撤 所以拜登跟美国 就是说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 不过这里有一个吊诡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肖茲也去了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他去乌克兰的时候 他引述乌克兰那个杰林斯基的话 那个杰林斯基说 看来参加北约仿佛大梦一场 这样讲的意思好像是他放弃了 不过后来又否认了啦 不他老是这样 比如说那个乌克兰的驻英国大使 也说考虑不申请参加北约嘛 事后又被否认 不过这里就隐含着乌克兰内部 可能开始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有人就认为说 即使加入北约入宪 写入宪法里头这个还是 太强硬了 那没退入嘛 所以你把它写进去宪法 所以我认为开始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所以你看那个普丁他也放出话来嘛 他说我们不排除可以进行安全的谈判 那这个就隐含着 就是说你就宪法把那个字也拿掉吧 那至少你恢复原状 那这件事就当没发生 不过基本上俄罗斯达成 他的一个初步目的 就是使得乌克兰 为了要参加北约会非常困难 然后前苏联共和国 除了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 比如说摩尔多瓦 像乔治亚这些 或者中亚 他们要申请加入北约会变得几乎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普丁的目的嘛 那第二个当然赚最多的还是美国 因为紧张情势 乌克兰只好拼命买军火嘛 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嘛 那紧张情势也有助于贬义欧元 所以欧洲的资金可能会留下美国嘛 那当然还包括 他挡住了北溪二号 所以美国的天然气就可以卖给欧洲 所以美国是经济上获利 然后俄罗斯是政治上获利 那倒大煤的就是乌克兰跟欧洲 那最倒霉的当然是乌克兰 那就是因为资林斯基 他突然发大梦 认为他可以做到 那结果搞到自己 有点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 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情 真的要开打不太可能了是不是 因为那个俄罗斯的驻欧盟大使 讲了一段话 他说2月16号 未来不只这一天不会打 下个月也不会打 他讲了这句话 那因为据我了解 因为美国为什么会评端2月16号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去问 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的判断 他说俄罗斯3月会溶雪 那溶雪会造成坦克车的运输 比较困难 所以通常不会在3月 一定会抢在3月之前打 那他们想了想这个打 也不可能说一两天就结束 所以就要预留两个礼拜 挑一个月中 对对对对 所以才会判断是2月16 那如果你2月16没打了 那未来一个礼拜应该也不会打 那这样就很容易跨越3月 那到了3月就溶雪 那溶雪对俄罗斯来讲 因为这里冰天雪地的 开始溶雪不是很好的状况 这个是美国的判断 好那你觉得呢 因为加上我看到这份 这个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的计划 曝光之后 因为他内容写的真的是巨细米遗 那可是你看到 反正俄罗斯就已经先撤军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当中的过程 是不是普丁 不是撤军了 是白俄罗斯那一边撤军 好那可是这个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是要开打的话 他有可能写得这么细吗 让你知道 这个我看是美国自己掰的 美国掰的 因为这灯在英国太阳报 那英国的大报都没有灯 就只有灯在这个小报 那太阳报就是吹牛大王 对不对 每次都说他拿到了 秦制单位的秘件 俄罗斯要打到基辅 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乌东距离基辅 只有200公里 他大概两天就打下来了 重点是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乌克兰很大 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 比法国还大 法国54万 乌克兰等于是将近 20几个台湾大 所以你打下基辅 并不意味着结束 因为乌克兰可能会有 各种散兵游泳 来继续跟你打游击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是说打架基辅 打架基辅不是问题 两天就结束了 可是接下来呢 如果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或者是右翼 就是死不让你 那个桑特兰斯基让步 那可能就陷入了长期的混战 那这个恐怕并不是俄罗斯所乐见 因为这个恐怕就是美国最高兴的状况 就你们两个最好一起打 然后打到欧洲没完没了 那欧元就一直贬值 然后俄罗斯也被拖死 不是吗 他哪会在乎乌克兰的前途如何 或死伤如何 这才不是美国关心的重点 那目前第一回合到这个地方 俄罗斯算是要到了他要的东西吗 他政治得分 可是美国经济也得分了 因为石油天然气期货大涨 这只有华尔街有人力炒作 对不对 那乌克兰不是买了一堆武器吗 那也都是美国制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大国博弈就是这样 你夹在中间要非常小心 不然搞半天就是你被玩 那他们两大国都获利 结果你自己很惨 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整个过程 你觉得非常的诡异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大国得利 所以俄罗斯和美国 反正呢就都是赢家 只是一个在政治一个在经济 美国是赢家 这个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他说实在来对美国来讲 二十几亿的军购或者是 可是不只军购啊 我说实在来在台湾 随便就已经八千多亿了 一个二十几亿对美国来讲 很大的市场吗 美国他只是想要发声而已 对美国来讲 拜登的其中选举才是最大的获利 他获得极大的声量 但是这个声量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挽救他 低迷的民调 就是这样 就像我们现在 国民党也觉得他自己炒作很多声量 因为没有打起来 打起来就爆炸 他就跟那是欧巴马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拜登在赌 所以美国还是赢家 如果算这个的话 他在赌他有没有办法拿到战争红利 问题是他没有 他现在就是没有 对他来讲 这一把他并没有加分 你说他有赚到天然气赚到 可是对于整个美国的大水库 就是经济里面 他其实就是一个一小钉子 没有这么大的获利 他今天未遂 亮哥我这样讲未遂 我知道 多少少谈 多少谈 可是真正我真的觉得 在这把里面 刚才千惠如果你的前提是美俄 我觉得俄的获利空间比较大 为什么 你看俄罗斯在 他整个最近去找他的人可多了 几乎整个北约有一半都去找过他 那到底他是美国是北约的贡主 还是俄国是北约的贡主 光在这种政治国际板块的获利上 他已经先赢 从芬兰从德国 不管是萧茲 连他的德国的外长贝尔 不过都还亲自到战线 前面400公尺站在那边给你拍 请问今天到底谁赢 所以俄罗斯在这把里头 已经把所有的北约国家 美国成功的吸引到他那边来 而且你看他从头到尾 好整以暇 你看都已经到萧茲 特别四个小时 他厉不厉害 你现在大家把普丁 不但当作是战斗强人 现在他也是玩弄高手 你看他那场会议 之前拜登在前面的马克宏 每个人都是关门会议 后来释出一堆照片给你 你还记不记得马克宏那个谈判 谈判桌本来这样子 然后网友一直哭手在家 你看厉不厉害 所有的一张梗图就代表了普丁的一次国际外宣 然后这一次萧茲是四个小时 四点钟 四个小时在后 要买中天四个小时的转播 谈何容易 今天普丁成功的让国际所有大媒体 四个小时在那边看 因为我第一次开放给大家拍 所有的媒体全部盯着 再来他马上跟大家讲 有啦 我们有撤兵啦 他的说法叫撤兵 其实刚刚亮哥已经讲得清楚 就是白俄罗斯的一些军 白俄罗斯大家搞清楚 白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借友 俄罗斯借他的 不是 他们根本就是已经实质统一了吧 对啦 你把白俄罗斯当作是 已经就只差说我没有宣布说我要回归苏联 他们军队已经整合了 就完全在一起了嘛 那整个你觉得白俄罗斯的撤兵 等于是我们从高雄把兵撤回台南 有什么差啊 没差啊 没有啦 你不要说到这样 从澎湖撤到台湾 对 外打兵 有点比例不差 有没有差啊 没差嘛 对他来讲叫做兵队移动 可是对国外来讲撤兵 你好解释了嘛 好 你解释完 你还没有发现 俄国在干什么事 他的国会马上通过一个 亮哥有没有看到 我们要支持乌冬的独立 普丁你给我支持 普丁一方面好像看起来让你们西方的 好啦好啦 我撤兵啦 我从左手撤到右手 另外一边呢 我的国会在逼我 怎么办 他逼我要承认乌冬分离主义啊 我也 无奈啊 我都要撤兵了 你们还 你看 然后他讲这个话更好笑 我也不能不尊重民意代表 二合十次度 我要尊重民意代表 千万你相信啊 可是我要讲给民主国家听啊 你们不是每天跟我讲民主 我现在也民主啊 我们民意代表 要我承认乌冬分离主义 叫我一定要承认 这把多恐怖啊 他继续埋下一次的争议的 一个卫报蛋 我没关系 乌克兰我放过 但是乌冬这边 我可能也许 目前又来一次乌克兰了 再来个议题 还埋在那边 万一这两天 这个事情没了 你看起来好像俄罗斯失败了 没有 乌冬还在争议 表示他不是侵略 是关心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我没事嘛 就是这样 是你们在那边搞东搞西 我承认而已嘛 可是万一 如果美国又加大力道 拜登又不满足 然后又开始 你看 跟中国大陆的那个一样嘛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啊 他可不可以再争兵 那个俄罗斯最近又学会 美国的一招啊 他说乌冬也在搞种族灭绝 你知道吗 我说假装给你 那跟美国讲新疆不是一样吗 全部都一样啊 你会的我也会啊 现在这一把 以前中俄这一个联盟 是让人家觉得说 不可笑啊 每次都被西方国家玩着好玩的 这一次 尤其在东奥的 那次中俄联合声明 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英文代码VS了 千万有没有发现 在以前中俄要觉得 什么国家 人权 反正怎么样 被世界唾弃 这一把一起来 中俄再加上30个国家去朝圣 中国从唐朝到现在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朝代 有四国来朝 2000年了 2000年了 这一次是30个国家 四方来朝 而且来谈的是 我跟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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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全部都不是西方联盟的 你是不是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联盟了 所以这一挂里面 中俄联程了 俄罗斯玩美国 玩在鼓掌里面 你还看到今天 昨天 不是前天 中国 我习近平最新宣布什么 全部备战 真的 俄罗斯战争 乌俄战争结束了吗 结束了 大陆才开始 全面备战 美国才刚刚喘一口气 开始准备我的 那个11月期中选取了 结果 你中国给我来个全面备战 台湾问题就来了 到底要不打 一天到晚 这样又开始 然后乌东分立主义又在那边 还没完 看起来好像要撤 看起来西方国家 顶多只是马克宏 消失就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问题是美国投还很大 现在反而变成世界 agenda setting 议题主导是谁 中跟二 我要不要丢问题而已